我派了XXX的队 买到了两杯大白兔丹茶 如果你找黄牛500块 就是呀 黄牛都没我老公好 我一回到上海 和适了三件事情 第一 我真的好热 热热的要命 第二,我上火了 不知道又吃了什么 让我的脸发成这样的 第三,我又开始关注我的朋友圈了 在德国我就没有这个习惯 在那边我比较喜欢看看大自然 离开手机的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我跟大家关注的话题有一点点距离感 但是我一回来我就发现 又有一个所谓的网红美食 刷屏了 而且居然又是奶茶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在中国大家这么喜欢喝奶茶 这次出来的呢就是大白兔奶茶 听说要买一杯这个奶茶 要排五个小时的队 而且一杯可以买到500块人民币 天呐 今天我们就去一起排队买一下这个网红奶茶 正好我也想和你们聊一下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种排队美食 跟一个很大的互联网时代的疾病有关系 我发现我这里又长了一个痘痘 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我们看看大白兔奶茶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消消去奶茶是不是凉的 我一点都不懂这个什么是热的什么是凉的 你们可以给我留个月 我已经出阵了 但是商场是在后面 就是这个海德金锤商场好像 哎呦我这个人不怎么混新天地的 所以我对这里不熟 那我只好再进去一下 你们这个是大白兔 哦不是的对吧 不是 大白兔奶茶好像也在这个商店 在楼上 人多吗 每天限量 但我不知道今天还周末因为人太多了 哦 今天不知道 我去看一下 你好我先问一下 这个现在还可以排队吗 应该排在他们后面 你排了多长时间 我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十点钟就进来了 哦那还好 好喝吗 这个比较好喝 这个是什么 就是奶茶 这个太酸 这个就是那个柠檬的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快了柠檬的味道 感觉你喝不出大白兔的味道 哦 这个怎么买 这个的话是拧这个号码牌 带在左手 对 这么严格 这个撕毁无效 然后一人限购两杯 他们这个系统是非常的负责 现在十一点半 但是他们说这个队是从十二点可以开始排 但是我现在已经排上了 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拿的牌是十二点 十二点 怎么那么适应 因为是打满酥啊 味道好 因为是打满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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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脸不起 我发现这个互联网时代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是翻过来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最近才有一些跟互联网有关系的疾病被发现 这个疾病也有一个科学的名字 叫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你会害怕你错过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在这里和我一起排队的原因 大白兔以前有多少钱 两块钱大概这样一小包 先预备 如果你找蜗牛五百块 就是呀 为什么有人愿意排这么长的队 干脑吗呀 我也是就是听说因为大白兔嘛 然后从来没有吃过奶茶 大家都在说 然后想说过来尝一尝 我想着今天是工作日没什么人 但还是有蛮多人 但是还是这么多人我惊呆了 这个就跟那个优衣库前两天的事情的关键 心里是很香的 这里的人应该和我一样 觉得如果我不过来尝试一下 我就会错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这个大白兔奶茶的味道怎么样 但是其实这个FOMO病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很多人已经没办法两三分钟不看收集 不看朋友圈不看新闻APP 一直有这个强迫政要把手机拿出来看看 你们是不是也这样的 你们可以多长时间离开手机 你不会觉得心里很急躁 可以给我留个言 嗨 嗨 奶茶买的最好 提拉米苏红豆奶茶 哦 那来一杯这个 那一杯是什么 安尼蒙 大巴特安尼蒙 45块钱 等了一个半小时 我现在拿到了这个票 这个票我千万不能掉了 如果掉了全部都没用了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 我排了一个小时38分钟的队 买到了两杯大白兔奶茶 两杯45块人民币 刚刚很多人用一个很特殊的眼神看着我 不是看着我 看着我手里拿这个大白兔奶茶 他们肯定也很羡慕我 可能也有FOMO 觉得阿富都喝到了 我怎么还没喝呢 今天天好热的 所以我特别期待这个大白兔矮柠檬 哎呀是这个网红要买380一杯 我排了一个小时38分钟 还不多 哈哈哈 嗯 蛮穿口的 大白兔奶茶 你静一下把冰箱里冰一冰 估计也有这个味道 另外一个我是给我老婆的 我老婆一直跟我说 我不是很浪漫的一个人物 因为我毕竟是德国人嘛 对啊 但是今天我为了他拍 特别为了浪漫一下 对啊 为他拍了一个半小时的队 是可以的啊 师傅也是为我故障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现在在奋斗这个 FOMO疾病 我有几个好的建议可以给你们 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把手机所有的推送都关掉 我是这样的 我从来不会接受任何的推送 我想看手机想看微信什么的 我就直接去打开它 第二个你们显示的时候 你们不要把手机拿出来刷一刷 比如说等电梯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忍不住 要把手机拿出来刷一刷 你们就可以试试看 在这个时候放空自己 思考一下你们的人生 但是不要看手机 第三个呢 就是你们跟你们朋友和家里人见个面 你们就可以开个飞行模式 这样没有人能发消息给你们 没有人能打电话给你们 你们就没有这个动力一直看手机 会跟他们聊聊天 你们会发现 你们和他们的聊天和关系 会越来越好 而且这样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有大白兔奶茶这个东西 你要拍个照吗 嗯对对对 你是发朋友圈了吗 对对对 如果我多了一杯 我会送给你一杯 但是还有一杯 我要给我老婆 哦不不不不不 再见 对 记得带你老婆出去喝奶茶 好好好 向你喜喜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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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买回来了 对啊 天呐 我是不是很狼吗 哇 我要秀恩爱了 我快点要拍一下 所有的人他们先拿到 先要发个朋友圈 对啊 黄牛都没我老公好 我要发一个这个 哦老公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怎么了 嗯 你今天为我这么 你等一下你眼睛闭起来 你眼睛闭起来 不好意思啊 这里有个小插曲 我要送给我老公的 你眼睛闭起来 不许偷看 好 大家看到了 他在偷看吗 诶 托马 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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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偷看 我不看啊 睁开眼睛 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送花给我 你今天很辛苦去拍视频啊 外面这么热 我这就是什么热的 对啊 谢谢你 嘿嘿嘿嘿 好分的嫩的 哈哈哈哈 有一点那个我们大白兔奶糖的味道 但我觉得要我排这么长的队去买这个 我也有一点觉得没什么必要 好像跟一杯普通的奶茶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不过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是小时候的回忆 对 所以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们觉得为了大白兔小时候的回忆 你们愿意花这么多时间 或者有些人愿意花很多钱 卖到这个东西 你们可以在厦门给我留个眼 而且我也很想知道 你们也没有发现 你们生活中也有这个FOMO病 你们有多长时间可以理得开你们的手机 我是FOMO病中毒患者 对 哈哈哈 你们如果一个小时看不到你们的手机 你们会难过吗 记得在下面给我们留个眼 谢谢你们支持我老公啊 谢谢你们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阿福我想问一下 大家好我是阿福 阿福我想问一下 这个部分 我现在想升级一下 为了升级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想做一个新的开场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录一段视频 然后就说这句话 阿福我想问一下 无论是什么语言 什么方言 什么背景 都可以的 最好是横屏 然后高清一点 亮一点 然后你们可以发到这个邮箱给我 如果我选中你们这一段视频 我就会寄一份小的礼物给你们 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 这个阿福我想问一下这一部分 谢谢你们一直问这么多问题 我真的非常感动 也希望我也可以帮助到你们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